2006年6月25号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一次越境突袭行动中俘虏了沙利特 此后埃及和德国一直试图促成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协议 用释放一批巴勒斯坦在来人员换取沙利特 但至今未获成功 2号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总裁丰田张南在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将四名因丰田汽车地点缺陷而当中的美国车主公开致歉 舆论又没 这次事件可能会导致丰田汽车在美国实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召回 更加会使得丰田汽车遭受一次沉重打击 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目前一共接到了100起与丰田汽车相关的事故报告 其中一共有17起转车事故 而其中的5起又能源丧生 阿布扎比国际狩猎与马树展呢 是中东地区最有名的盛典之一 他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领域 将世界展示阿联酋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独特传统 促进文化的交流 阿布扎比2009年国际狩猎与马树展 在英国皇家仪仗队的表演中拉开时幕 这也是英国皇家仪仗队首次在中东地区参加活动 阿联酋副总理阿姆丹表示 阿布扎比国际狩猎与马树展的国际影响力整日以扩大 这应该成为各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契机和平台 从展馆中可以看到中东传统狩猎与马树的发展 以及折射出的当地文化风俗特色 今年的活动吸引了27个国家的500多家公司 展馆面积也扩大到22000平台 主办方表示狩猎及马树在古代是作为一种生存技能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加入更多体育娱乐元素以后 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有力推手 展示亚洲风采 倾听亚洲声音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